6月3日中共海军苏州舰横切美国军舰中营号时 也同时危及到与美舰一同执行任务的 加拿大护卫舰蒙特利尔号 因此中共的危险挑衅也在加拿大引发强烈的批评声浪 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事后发声明称 台湾海峡是国际海域 我们要确保尽最大努力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但也需要确保国际规则和规范得到承认 中共国必须采取负责任的行为 加拿大国防部同时强调 此次航行完全符合国际法 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自2021年起 每家两国军舰每年都会联合穿越台湾海峡 显示共同维护印太地区开放和自由的决心 去年9月 美国驱逐舰西斯金号与加拿大护卫舰温哥华号 曾一起完成了穿越台湾海峡的航行任务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安妮、美雪、加拿大沃泰华报导 一旦 雷 降 一 歹